川叔女自以为手握剧本 在我面前嚣张跋扈 她抢走我的未婚夫 博取家人的恋爱 还要在事业上打压我 坐天坐地 好不得意 继合 你斗不过我的 我是团宠文的主角 她不知道 我是作者 你想要团宠文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复仇爽文 颁奖典礼 看到我从车上下来 在外面等待已久的媒体纷纷侧目 将镜头对准我 继合 你对这次最佳女主角人 选有什么看法吗 不是你 你失望吗 这是你第二次给苏晨晨陪跑了 能说下感受吗 继合 请问是否如外界所言 你已经将狼才尽丧尸演戏的灵气了 你对苏晨晨再次超过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在剧组连州转了两天 只睡了不到七个小时 眼下还得应付记者这些刁钻的话题 头疼 经纪人在前面帮我拦住记者 说 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 等结束后再找时间 但那群记者就像闻到漏的恶狼 哪里肯放过这机会 正想往前推散 话筒都快戳到我嘴里 看到经纪人被推到在地 我彻底失去了耐心 拉起经纪人 结果离我最近的一个记者递来的话筒 冷眼对着镜头 你们问的所有问题 我都只回复一次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经纪人想阻止我 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 在场的记者无不愕然 我没工夫看他们的反应 快步走过红毯 在墙面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经纪人在一边劝我 说我刚刚不应该说出那种话 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 可我也不是没底线的人 本来就不想参加这个典礼 不想看苏晨晨在我面前得意 可主办方精明得很 知道把我和苏晨晨的名字 放在一起就是流量 于是千方百计 让我必须参加 现在只盼着 快点结束无聊的流程 我好回去补觉 跟着工作人员 来到我的位置上坐下 我拿了条毯子盖在身上 趁还没开始想咪一回 忽然周围的人躁动起来 叽叽喳喳说着话 今晚的女主角来了 晨晨 恭喜你拿到年度最佳女主 听说你准备进军电影了 下一个不会就是影后了吧 晨晨 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刚好我回去发微博 谢谢大家 你们这么夸我 都不好意思了 过躁 凡 有人注意到我 哎呀 没想到季何也在这呢 说来也可惜 本来大家都猜 这个最佳女主是你的呢 苏晨晨打去说 你们别这么说 以后我怎么面对季何呀 季何 你不会恨我吧 她话说的漂亮 一下子就把话题 转移到我身上 说不恨 那不可能 别人不知道这个奖项 她怎么得到的 可我可清楚得很 投票阶段 网上我的票数 可是遥遥领先于她 到了评委评审阶段 三分之二的评委 也是投给了我 可结果公布的时候 她的票数却反超了我 经纪人私下查过 她找人花了重金刷票做数据 而且我家那两位好父母 还亲自给她拉人脉 于是苏晨晨就这样 拿到了最佳女主奖项 说恨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明天我就能被苏晨晨的粉丝 给我骂上热搜 面对她的话 我从前吃过了亏 早就留了个心眼 我不慌不忙 从耳朵里掏出两个耳塞 装作惊讶的样子问 你说什么 苏晨晨和其他人哑口无言 刚好颁奖典礼开始 苏晨晨去后台做准备了 临走前还语气委屈地看着我 继合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获奖 要不我现在和主办方说 不要这个奖 把她让给你好不好 好一个龙井绿茶 未够正 茶豆差点吐出来 要不是碍于镜头在 我能当面给她一个白眼 接下来进入漫长的颁奖典礼 脸上表情还要装作激动 欣慰 为他人感到高兴的样子 真累 轮到苏晨晨颁奖了 她从颁奖嘉宾手里接过奖杯 激动地捂住嘴角 两行亲类留下 下巴微微扬起 角度拿捏得很好 上镜那叫一个我见有脸 一个机位对着台上的她 另一个机位对着台下的我 眼杯 来之前经纪人就叮嘱我收着信子 为了不让她再操心公关 我只能在镜头前演戏 对不起 原谅我现在的情绪很激动 这个奖项是大家对我的认可 我很感激所有支持过我的人 谢谢你们一路以来对我的包容 我在心里属羊 快点啊 怎么还没结束 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 苏晨晨终于结束了 我原本以为翻奖典礼到这就结束了 倒没想到后面还有个茶歇 苏晨晨得了奖 满场和人敬酒聊天 一路上听到的全是公文话 她走到我身边 用只有我俩听得见的语气说 继合 你今晚嫉妒吗 我早就说过 你斗不过我的 只要是你的东西 我都会夺走 在这个世界我是团宠门的女主 而你在书里都没出现过名字 只剩路人背景板 苏晨晨亲密的挽着我的手 对其他人说 听说继合姐下一部戏 准备参演电影了 好巧 我也是哎 听到这周围人议论起来 是吗 怎么晨晨你刚准备转电影 继合也跟着转了呀 不会是继合故意的吧 本来苏晨晨没出道前 继合在娱乐圈可是一家独大 现在苏晨晨比她更火 继合肯定心存极度 苏晨晨很享受别人对她的夸奖 特别是一拉一踩 而我是踩的那个的时候 我看的眼时间已经11点了 要是再这么耗下去 结束估计怎么也要快12点了 明天还有个通告要赶 我实在没兴趣 在陪苏晨晨演戏 我从她怀里抽出自己的手 微笑着说 那还是真巧啊 要不我们打个赌 看看谁的下一部电影票房高 听到我这么说 苏晨晨眼神闪过一丝轻蔑 既然要打赌 那就得有赌注 我一眼就看出她在想什么 烦啊 谁输了就退圈呗 我说完这句话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估计谁都没想到 我竟然会拿自己的娱乐圈生涯做赌注 苏晨晨嘴角弯起一道弧度 这是既和你自己说的 回去的路上经纪人开车 我从车载近里 看到他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谁也没开口 身体崩了一晚上 我很快就在椅子上睡着了 甚至还难得做了个梦 我回想起 自己是怎么到这个世界来的 上一世我是孤儿 从我有记忆开始 就是在福利院度过的 没有经历过一天家人的疼爱 不懂得亲情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只能通过写小说 去够一个美好的故事 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缺憾 后来我在马路上就吓一个孩子 自己却出了意外 在我以为死亡的时候 系统绑定了我 他说作为我善举的回报 可以让我在自己写的书里 世界重生 我满怀期待 于是我成了继和 继家的大小姐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子 父母疼爱我 我哥护着我 还有从小定下婚约的一个未婚夫 我终于短暂地体会到 被人碍事什么滋味 本来事情都朝着我预期的方向发展 可直到苏晨晨的出现 她是川书女 看过我写的小说 带着记忆穿到了这个世界 确实 在我写的小说里 的确没有继和这个人 书里原本就没有特定的主角 只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我出现后 才赋予了继和生命 苏晨晨自以为手握剧本 于是理所应当认为 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团宠女主 她把目标对准了我 半年时间 苏晨晨一步步接近我 博取我家人的疼爱 抢走我的未婚夫 还打压我的事业 刚开始我还天真的认为 苏晨晨单纯 和她成为朋友 带她进入我的圈子 现在反过来想想 我就是在隐瞒入室 苏晨晨很聪明 而且借助书里的内容 很快就博得了我周围人的喜爱 我当时虽然察觉到不对劲 但没反应过来 知道苏晨晨是川书女那天 我刚和父母吵了一架 因为父母要收养苏晨晨做养女 在之前 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知道结果的时候是被通知 而不是征询 我歌季风指责我蛮横 让我不要无力取闹 父母说我一点都不体谅他们 他们说苏晨晨父母早亡很可怜 而且多一个孩子 多一个依靠 于是我的家人不顾我的反对 当晚把苏晨晨接进了家 晚上 苏晨晨来到我的房间 她彻底卸下了 曾经在我面前下伪装 听说你竭力反对我成为技家的女儿 她带着炫耀和鄙夷 向我说了穿书的事 那时候 我才焕然大悟 难怪 难怪苏晨晨知道很多事 苏晨晨看着我的惊讶表情 挑衅地说 继合 我在这个世界是团宠女主 我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是万人迷 所有人都爱我 而你 只是我的对照组 我会慢慢夺走你所有的东西 让你一无所有 看着我得到一切 尽管我后来有了警觉 但苏晨晨早就做了谋划 确实如她所言 她很顺利地抢走了我的东西 父母喜爱她 甚至私底下叫她继承城 我哥疼爱她 每次出差都记得给她买礼物 就忘了我的那份 未婚夫路斯朗视她为明月 和我父母提议解除婚约 要娶苏晨晨 但无所谓 苏晨晨真以为 这是她的团宠文吗 太天真了 她不知道的 我是作者 我可比她更清楚 书里的走向 我半睡半醒 被经纪人喊起来 她让我上网看看 自己急忙联系公关团队去了 登上微博 私信已经炸了 还有好几条热搜 都跟我有关 警号计合对记者 警号警号计合出言不逊 警号警号计合对苏晨晨放狠话 警号警号计合 疑似用前辈资历打压新人 警号警号计合退出娱乐圈 警号跟着我名字同时出现的 自然还有苏晨晨 不过 好人都让她给做了 警号苏晨晨最佳女主角 警号警号苏晨晨神仙落泪 警号警号心疼苏晨晨 警号我翻了几个评论 大致都是骂我 为苏晨晨讨不公的 说我没有异得 对采访记者出言不逊 以老卖老 用自己前辈资历打压新人苏晨晨 纪合是纪家是大小姐 家里所有钱 她敢和苏晨晨打赌 不就是因为纪家当靠山吗 她不就是比苏晨晨多禁卷几年吗 真以为自己多厉害了 也不对着镜子照照自己 到底长什么样 额歪个题 本人路人 有一说一 纪合长相真的没得挑 心疼苏晨晨 素人出身无背景 独自打拼进入娱乐圈 靠着自己的努力 拿到最佳女主 却被不要脸的前辈打压 纪合真歹毒 竟然想让苏晨晨退出娱乐圈 该滚出娱乐圈的是纪合吧 我把话放这了 等苏晨晨的电影上线 我一定去支持 楼上的加10086 支持 纪合滚出娱乐圈 网上的言论半真半假 搞得我都以为自己怎么苏晨晨了 经纪人说 她肯定请了水军 现在引导网友都来骂你 我安慰经纪人不用担心 说我有解决办法 苏晨晨不是一直以独立小白花 无背景素人 进卷追逐梦想的励志人设 吸引粉丝吗 那就先让她苦心经营的人设崩掉吧 我让经纪人联系了 一直以来合作的营销号 让他们放出一条视频 苏晨晨被我父母收养的视频 她在网上一直瞒着身份 没有透露出被技嘉收养的消息 凭着这个人 社圈了不少粉 可私下里 不知道借着技嘉的名头 拿了多少资源 现在想靠着这点 打压到我头上 做梦去吧 苏晨晨毁了我感受亲情的期望 搞砸了我写的小说 那蛇也别想好了 营销号动作迅速 马上买了热搜 把对我不利的词条给挤了下去 现在高高挂在上面的是 是警号苏晨晨背景警号视频里 苏晨晨衣着华丽 在一对中年夫妻的陪伴下 从楼梯上缓缓走下 三个人动作亲密 好似真的是一家人 网友绣着线索 很快扒出了那对中年夫妻的身份 我的亲生父母 一时间 网上舆论立刻反转 网友纷纷感慨 有一种自己被骗了的感觉 不是吧 苏晨晨怎么和纪和是姐妹啊 纪家只有一男一女 苏晨晨难道是被领养的 我有点人脉 问了圈里人确实是这样的 苏晨晨是半年前被纪家领养的 那就是说 她出道以来就是背靠纪家 还一直自诩无背景可怜 这么一看 苏晨晨有点茶呀 还一直嘲讽 纪和没本事只是靠着家里 但也有苏晨晨的死忠粉 那又怎样 难道不是我们晨晨想低调吗 就是啊 不要转移话题好吗 晨晨肯定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才走到今天这步 你们怎么能随意否认她的努力呀 到这会 已经有清醒的网友反应过来了 哦 按照你们这么说 纪和就没努力了呗 笑死 某人的脑残粉真的双标啊 纪和一直坦坦荡荡没隐藏身份 可是某人一边装独立人设 一边拉踩纪和 嘖嘖嘖脱粉了 再见 经纪人看见风向逆转 终于不再焦虑 但还是对我表示了担忧 纪和 听说你父母都很喜欢苏晨晨 你这么做真的没事吗 真心换不来真心 能轻易被别人拿走的 我也不稀罕 我淡淡的说 下一秒 我收到了我哥的电话 他语气火爆 纪和 你在网上对晨晨干了什么事 晨晨回到家就一直哭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道歉 我提前一步有预感 把电话拉远 等他说完了话 才悠悠回复 关我屁事 怎么 苏晨晨落几滴眼泪 就心疼成这样 要是我之前被他发通告 拉财辱骂的时候 换成他的性子 那不得水满金山 但我没想到 家里还没把我怎么样 我的未婚夫 路斯朗 先给苏晨晨撑腰了 其实准确来说 现在是前未婚夫 毕竟苏晨晨出现后 可是立刻成了 他心里的明月 他当时就要和我解除婚约 想娶苏晨晨 要不是当时父母 有斟酌顾虑 加上那时候 苏晨晨还没成为继家的人 估计早就同意了 可现在 继合 我们找个时间见面吧 关于我们婚约的事 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聊聊 哦 听路斯朗这语气 我父母肯定是同意 解除婚约了 行 什么时间 三天后 我看了眼形成表 发现三天后 有场红毯要走 苏晨晨也会参加 得 这两人早就计划好了是吧 行 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在脑海里 仔细回想了一下 书里的剧情 原本这场红毯 路斯朗会和我一起出席 然后再顺理成章公开 现在苏晨晨估计 打的主意是那天 换成他和路斯朗公开 果然 苏晨晨没多久 发了条微博 红毯见 有惊喜哦 配图是一张人像剪影 很明显能看到是男性 呦呦呦 装上了是吧 还没板上钉钉的事 这么久迫不及待发出来了 就不怕事情黄了 到时候难堪吗 苏晨晨啊苏晨晨 你真以为自己胜券在卧了 那就看看 谁斗得过谁 我找出通讯录 给一个人发去了消息 很快就到了红毯那天 走红毯的女星 大多数都有男伴 所以当我一个人 穿着礼服出现的时候 以下成了焦点 苏晨晨比我道得早 她特地穿了条淡粉色长裙 掐腰设计水钻夺目 气质甜美 在她身边 一身精致西装打扮的路斯朗 挽着苏晨晨的手 还体贴地为她整理了头发 等待见戏 苏晨晨挽着路斯朗 朝我走来 纪和姐 你怎么没有男伴陪着呀 我靠在栏杆上 瞥了苏晨晨一眼 心想你真是明知故问 原本路斯朗是我的男伴 可他现在出而反而 给你撑腰去了 见我没反应 苏晨晨以为我是尴尬了 继续说 没关系继和 反正我是最后压轴出场的 要不我先把斯朗借给你 路斯朗听到这话宠你一笑 温柔训斥他 你说什么呢晨晨 我今天是特地来给你撑腰的 怎么可能抛下你 啊 斯朗哥你最好了 路斯朗转头对我说 继和 今天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的婚约解除了 我以后要娶的是苏晨晨 哦 路加知道这是吗 这不用你管 反正我喜欢的不是你 听路斯朗这话 那就是路加还不知道这 是 实在没忍住 我翻了个白眼 渣男贱女离我远点 别来沾边 眼看红毯马上要开始了 这时候路斯朗离开接了通电话 苏晨晨让他快点回来找自己 路斯朗一离开 苏晨晨就恢复了真面目 他讥讽地说 继和 你现在可真落魄 你肯定没想到 路斯朗今天会对我撑腰吧 可惜啊可惜 你要一个人走红毯 多惨 人都没给他 是吗 你真这么以为啊 工作人员来通知 让苏晨晨准备马上要走红毯了 怎么突然变顺序了 我不是压轴的吗 路斯朗还没回来 苏晨晨焦急地满场找人 导演见苏晨晨一直没出现 发了火 让他不想走就别走了 最后 苏晨晨只能硬着头皮 一个人走完了红毯 看到他独自出现 记者也是面带疑惑 这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啊 苏晨晨私下里给他们包了红包 让他们到时候 多多拍他和路斯朗的照片发往上 现在怎么只有苏晨晨一个人 我抱着胳膊站在后台 看到苏晨晨下来的时候 面色铁黑 轮到我上场了 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我拍了拍苏晨晨的肩膀 妹妹 怎么一个人走的呀 既和你别得意 你不也是一个人 忽然 苏晨晨目光一顿 他看见后台出现了一个不应该不出现的人 归国顶流谢时 谢时长得俊逸业业务能力强 坐拥千万粉丝 苏晨晨眼神一转 约过我要去和谢时打招呼 刚好谢时也朝我们的方向走来 苏晨晨抿着嘴唇 面色娇羞 伸出手想和谢时打招呼 结果下一秒 谢时直接无视了他 抱住了我 既和姐 我来给你救场了 听说你没难办 怎么样 今天我特意打扮得帅不帅 当我和谢时一起出现在红毯上 所有人都傻眼了 谢时帮我体贴地拎着裙子 拦着我的肩膀和镜头打招呼 还没走上红毯 我忽然听到有人喊我 是路斯朗 他犹犹豫豫地看着我 既和 我来陪你走红毯 谢时帮我回答了 不好意思哦 既和已经有我了 下台的时候 苏晨晨看我的目光像脆了毒 他恶狠狠地说 既和 你真恶心 我摆弄一下了头发 怎么 你是极度谢时给我救场 还是恨路斯朗最后没陪你走红毯 这可不怪我 他自己来找我的 你胡说 我问过斯朗哥 他说是家里让他必须陪你走 肯定是你私底下给路加告状的 我眨眨眼 哎呀哎呀 被你知道了 可是那又怎样 你有本事咬我啊 没错 路斯朗确实是被我支开的 我给路加打去电话 路加虽然不见得多喜欢我 但碍于两家面子 于是勒令路斯朗必须要陪我走红毯 而苏晨晨的顺序突然提前 也是我安排的 因为我告诉导演 谢时会来 谢时的流量和苏晨晨的流量比 谁都会选择谢时 于是 今晚本来是苏晨晨精心准备和路斯朗的公开活动 却被我咽压了 苏晨晨估计心里骂死我了吧 经纪人喜笑颜开 你怎么会和谢时认识啊 我本来还担心今晚你会尴尬呢 他出道前就认识了 谢时从前是我资助的对象 后来知道他喜欢音乐 我鼓励他去国外学习 没想到谢时很争气 在国外有名的娱乐公司公司出道了 回国后也是人气不减 当时知道路斯朗要陪苏晨晨参加红毯后 我就立刻联系了谢时 今晚的红毯 苏晨晨没达到他的预期目的 总算消停了一回 时间忙完剧组工作后 有了一个星期的空窗期 刚好也快到我的生日 往年计家都会给我举办盛大的生日宴会 但自从苏晨晨出现后 父母满心满眼只有他 我则像个意外 不是这个家的人 去年生日的时候 就因为苏晨晨一句好羡慕即合 从来没有人对我唱过的生日歌 我的生日宴会变成了她是主角 我妈说 即和你都享受这么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了 这个生日就让给晨晨过吧 我当时被这句话耿住 狼狈离场 没有一个人去追我 我妈握着苏晨晨的手 在切原本属于我的三层蛋糕 我哥给苏晨晨戴上水晶王冠 那原本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爸在一边录制视频 脸上带着和蔼可亲 苏晨晨被簇拥在中间 像个小公主 她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生日 所以今年我不乐意过生日 但也许是良心发现 我哥提前给我打来电话 扭捏地说我妈想见我了 家里给你准备了生日宴 我先没回应 反问苏晨晨在不在家 晨晨她在外地拍戏 但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无论苏晨晨怎么做妖 我都硬着呢 生日宴会这天 家里早就提前安排好了一切 大厅布置好气球和彩带 音乐灯光就绪 食物和红酒放在餐桌上 客人已经到场 眼下只等着主人出现 我站在二楼扒在栏杆上 看到我哥接了个电话 急急忙忙赶到父母面前 三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放着满场的客人不管 就这么离开了 从小看我长大的管家告诉我 我哥接了苏晨晨经纪人的电话 说苏晨晨拍戏中鼠晕倒了 我逆着眼睛 听完吃笑 中鼠真是好大的事 苦肉计 苏晨晨惯用的手段了 有一次我和苏晨晨 在同一个剧组拍戏 我吊着威亚在天上 她只要在下面说几句台词就行 结果苏晨晨那叫一个柔弱 几句台词NG了半天 最后对着导演说 自己感冒发烧状态不好 明天再拍吧 可我在威亚上 足足掉了三个小时 下来的时候 胳膊都轻了一大片 苏晨晨今天又是这么干 还是在我生日宴会上 把我的家人叫走 这不就是让我难堪 让所有人嘲笑 我在技嘉没地位吗 别人心里肯定在想 看 季何生日技嘉都不在 说明季何根本不受宠 苏晨晨才是技嘉真正的大小姐 一直以来 面对父母对苏晨晨的包容 我都是隐忍 可他们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如果没有我创造出技嘉 他们一家人还不知道 在哪里和谐北风呢 既然这样 那就散了吧 原本我渴望从技嘉 因为真实的亲情 也就没了维持的必要 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 我打听了苏晨晨住的是哪家医院 吩咐人去添一把火 苏晨晨不是想靠着生病 来博取我父母的恋爱吗 那我就帮助她演得更真 假病可没真病好啊 而现在 我爸妈放着满场来宾不顾 给我留下这个烂摊子处理 我处理个鬼 把人都请出去吧 说今天的生日宴会不办了 我吩咐管家 管家听完表示诧异 小姐 你这么做其他人会怎么想技嘉 老爷夫人回来会生气的 生气就生辈 反正丢的是技嘉的脸 他们既然抛下了我 就别想指望我来收拾烂摊子 而我很快就不是技嘉的人了 知道我把来宾都赶出去后 我爸当天晚上就打来电话 把我骂的狗血淋头 继合 这么多年真是白养你了 你今天做的是像话吗 你知不知道 现在外面是怎么传我们技嘉的 我把手机放在一边 淡定的翻看 经纪人给我找来的剧本 半想 电话那头没听见我出声 我爸翻到 把自己给气咳嗽了 爸 你要注意身体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坏了身子 我会心疼的电话里 响起苏晨晨的声音 他应该在安慰我爸 继合姐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因为我生病 才搞砸了你的生日的晨晨 你道什么歉 继合他作为姐姐 都没关心你生病的事 继合 你知不知道晨晨今天遇到火灾 事情过去现在 你都没电话来过问一下 我当然知道啊 我在心里冷笑 我的好父亲 在我生日这天 不仅没陪我 还辱骂我是没心没肺的白眼狼 旁人不知道 还以为苏晨晨才是你亲生女儿呢 再听下去毫无意义 还浪费我手机的电 挂掉电话 我专心坐在沙发上挑剧本 下一步必须慎重考虑 关系到我转型是否成功 而且之前还和苏晨晨打过赌 不过那个赌 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 我看到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个剧本 经纪人说 原本这个本子没入选 因为导演是个刚毕业的新人 一部成绩也没有 但是本子写得很漂亮 剧情也很有新意 我拿起来翻了两页 看入迷了 剧情写得很好 是关于一个女孩的原生家庭 里面的人设很出彩 都是典型的一面人物 是个复杂体 我当即就和经纪人敲定 要出演这个本子 经纪人一开始也感到很惊讶 想劝我选一些明导的本子 但看我态度坚决 还是选择相信了我 快速走完合同 我就去剧组见了导演 确实是个新人 刚毕业的大学生 剧组很穷 导演还身兼摄影师家编剧家剪辑 他见到我的时候很害羞 说没想到我竟然会同意出演 而且我在网上看过你和苏诚诚打赌 要是我拍拍导演的肩膀 我对你有信心 接下两天我就在剧组前行拍戏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电影 很多细节我都得去请教导演 这天我刚结束拍摄 回酒店的时候就看见一楼大厅 站着几个我熟悉的人 我爸妈 我哥 路斯朗 还有苏诚诚 我挑眉 终于来了 等了好久 我爸语气气愤 这么多天 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 也联系不上你 你竟然敢拉黑我 苏诚诚拉住她的手 说 爸 这么多人看着人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再说 被苏诚诚的话一击 我爸哪里肯答应 继合她自己不要脸 诚诚你不用为她考虑 爸 我知道继合姐肯定在心里生我的气 因为你们去看我才没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继合姐 我给你道歉 你别生爸妈的 气了好不好 苏诚诚做事要拉过我的手 我侧过身子躲开了 我妈心疼的护住苏诚诚 诚诚 你懂事得让我心疼啊 在我心里 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搁皱着眉毛看着我 对我声音的说 继合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们五个人站在一边 我一个人站在他们对面 都在指责我不懂事 乱发脾气 我没什么表情 一动不动的站着 苏诚诚眼里带着泪光 对不起继合 我只是 只是太渴望亲情了 爸妈还有哥哥对我很好 所以我才贪心 想做继家的女儿 还有斯朗哥哥 他和我在一起 姐姐你肯定心里不开心 那我现在就把还给你好不好 如果你不高兴 那我就离开季家 只要继合姐你开心就好 一听她这么说 路斯朗大喊 诚诚 我只喜欢你 我根本就没爱过继合 我妈急急忙忙抱住苏诚诚 诚诚你要离开 那不行 你可是妈妈的孩子 怎么能离开呢 你要是走了我会多伤心 我爸命令 我赶紧给苏诚诚道歉 等他们叽叽喳喳说完 我终于有机会能开口了 OK Fine 那就断绝关系吧 众人哑然 既然我在你们眼里这么多鱼 那就没必要再这么僵着 我的律师会联系你们 把和技家断绝关系的文件寄给你们 还有事吗 没事我上去了 我爸对我给出的王诈惊呆了 你你你你 竟然要断绝关系 你想气死我是吧 没说完 我爸就捂住胸口晕过去了 其他人手忙脚乱 打了120 苏诚诚看向我 目光带着幸灾乐祸 她走到我面前 继合 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 要断绝关系的 没了技家 你什么都不是 啊对对对 眼看着苏诚诚嘴角的笑容 都快压不住 要飞起来了 她才是对我今天断绝关系 最满意的那个 我看着我爸被推上救护车 我哥狠狠弯了我一眼 我知道 以后我都是一个人生活了 原本是为了体验亲情 才到这个世界 可我被亲情狠狠伤透了 现在才明白 不是所有的亲情 都是值得被期待的 我和技家断绝关系的消息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苏诚诚这下不再掩饰 出门在外 直接以技家大小姐自称了 她出演了一个名导的剧本 而且拉着技家投了不少钱进去 据苏诚诚所说 这部电影是一定会爆的 所以投资稳赚不亏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在片场没忍住 当着导演的面 哈哈大笑 导演愁眉苦脸 觉得她要拖我的腿 让我输给苏诚诚了 陆思朗当众和苏诚诚求婚 但苏诚诚没答应也没拒绝 她说目前还是想以事业为重 可我内心清楚 因为苏诚诚还同时调了三个男人呢 要是现在就答应了陆思朗 苏诚诚就没预可调了 所以她才用模糊的态度 想同时享受四个男人的追跑 外界的是 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 我每天两点一线 在剧组和酒店来会跑 剧组还有一个男三的角色没定 虽然只在戏里出现了几秒 但导演精益求精 加上预算有限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 我想到了一个合适的 苏诚诚私下里派人打听过 我在演生戏 直到是一个新人导演后大放厥词 说我输定了 乖乖准备滚出娱乐圈吧 我对此充耳不闻 笑吧笑吧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想起我之前和苏诚诚的赌注 继合的听风声 这名字一听就像苦情文一片 谁会去看啊 我当然是去支持苏诚诚的无期之战了 名导家优秀选角 今年的影后肯定也是苏诚诚 笑死 这两部片子还没上映呢 怎么影后都定好了 到时候看看呗 肯定苏诚诚的票房比继合的高 继合马上就要滚出娱乐圈了 WOC 谢时竟然转发推荐了听风声 妈呀 他竟然在里面客串 什么什么 真的假的 谢时跨行演戏去了 不是说听风声剧组很穷吗 竟然请得起谢时 谢时说是无片仇出演 受计和邀请的 突然想起这两人之前的红毯 有点好磕 到了影片上映的时候 因为听风声没资本运作 再加上苏诚诚暗地里打压 所以排片特别少 场次时间也不合理 第一天票房出来 无期之战一个亿 听风声只有三千万 导演半夜给我打开电话 哭哭啼啼 说对不起我 没事 这才第一天 放心睡觉去吧呀 虽然外界都不看好听风声 但我相信 这金子总会发光 等到第一批看完的观众回去后 一定会慢慢传播 听风声的好口碑 至于苏诚诚的无期之战 号称花了50亿拍出来的东西 里面有多少水分 他不清楚 可我知道 无期之战的导演 本来确实是个好导演 可是被资本盲目吹捧过后 再加上苏诚诚的无条件信赖 拍戏马虎的不行 随便一条镜头 凑合凑合就过了 而且那个本子我看过 内容那叫一个炸裂 各种弱智剧情堆在一起 就是个披着谍战剧的偶像剧 观众可不是傻子 第二天 第一批看完的观众 纷纷在网上分享 吐槽剧情 如我所料 无期之战 清一色的一星 尽管有买的水军 但早就淹没在吐槽声明了 相反 听风声口碑爆棚 看过的都说好 市场立刻反应过来 重新拍片 总之 最后的结果就是 无期之战 付到亲爹都不认识 花了50亿投资 亏了48亿 而听风声强势逆转 横扫同期榜单 血赚20亿 甚至获得了当年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剪辑等奖项 我也凭着女主角 拿下了影后 获奖当晚 苏晨晨成了陪跑的 她现在过得很凄惨 因为她拉着季家 投了好多钱下去 血本无归 还险些要破产 季家对她的态度 一落千丈 利益面前 任何东西都会变 而且陆斯朗发现了苏晨 晨钓鱼 还同时钓这么多年 气得拉黑苏晨晨 并把她干的事都传播了出去 苏晨晨在各个圈子里 都成为笑柄 我上台领奖 一个镜头对准我 另一个镜头对着苏晨晨 她没我当时演得好 脸色青红一片 像便秘一样 下场的时候 我叫着了苏晨晨 当时你对我 这是你的团宠文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不是你的团宠文 这是我的复仇爽文 全文完